对于保罗盖蒂来说呢 更大的这个问题发生在后面啊 就是他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男人是这样 他如果有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第二次第二任婚姻容易放纵 因为第一任呢都是一种原配啊 我们过去讲原配夫人 如果他在后面还有连续几任妻子呢 他反而变得比较轻松 因为他觉得这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的自如 第二任的妻子很容易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娇蠢 你今天说啊有十亿美元不新鲜 中国现在好多人都有十亿美元啊 但是你知道在六十年前 十亿美元的那个那个当量级 那时候十亿美元啊 比如我们换算成艺术品 那就今天卖上亿的艺术品 当时可能就几百美金 所以那个时候的十亿美元啊 让这个保罗该地连续二十年保持了美国首富的地位 一直到阿拉伯国家啊 把石油收回国有 多少有点赖批啊 把石油收回了国有 才让他的财富的爆发之路呢止步 那么这么富有的一个盖地啊 他的家族比较庞大的 结果很多婚嘛 生过孩子嘛 生过很多孩子啊 所以他的家族的庞大就躲不了一个魔咒 就是富不过三代 所以有人说他啊 坐拥金钱世界也买不到幸福 所以我们老说粗茶淡饭啊 过一个平常百姓的日子是一种幸福 那么他的长子呢 就是由于啊 压力太大 什么叫压力大 有钱就有压力 没钱的人都说我没压力 我没钱啊 有钱我也不会有压力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对应你能控制的钱 比如你觉得我的能力不错 我能控制一百万块钱 所谓控制 就是你能让这个钱再生出钱来 你说我会花钱呢 不叫控制 那叫你控制不住 如果你说我有一百万钱的控制能力 我拿一百万我可以让他增长 那算你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你说那我可以放大十倍 一千万 放大再放大十倍 一个亿 一个人 我们说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一个亿的现金 他绝对会出问题 这就是说他控制不了 每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当他控制不了的时候 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 那么他就有可能选择另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保罗盖地的长子呢 就选择了自杀 那我想他可能算抑郁症的一种吧 那么每个富翁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继承 所以这个继承的重任就落在了次子身上 这个由于长子自杀呢 这个次子就比较受到娇宠啊 所以这个次子就染上了一个恶习 吸食毒品 我曾经啊 跟很多年轻人 包括跟儿子都说过啊 儿子当年一个人之身出国 我跟他说 人生啊 有两件事绝对不能碰 这两件事一定使你不幸福 绝对不可能使你幸福 今天我可以跟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说啊 这两件事很简单 一个毒 一个赌 吸食毒品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 赌博绝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这两件事啊 人一生中绝对不能沾 你沾了这两件事 你的生活一定就变得不幸福啊 不管你有多少钱支撑这件事 所以他的孩子就变得 就是无人能管 是吧 最终呢 就被绑架 这个绑架就是电影中呢 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孙子被绑架以后呢 绑架了多长时间呢 被囚禁了六个月 为什么六个月呢 是因为 这个筹码谈不成嘛 那么在这个六个月的囚禁中 因为老拿不到钱呢 就为了吓唬啊 老盖地啊 就把他这个孙子的耳朵 隔了一个 寄了回来啊 所以呢 在这样的重压下 保罗盖地呢 就是 经过反复的谈判 最终呢 这个赎回了他这个孙子 给了 大概是三百万块钱 三百万美元 那么这跟他一开始要的钱呢 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是很大的一笔数额 这个孙子回来以后呢 这孙子啊 这孙子确实很孙子啊 还是继续滥用毒品 81年就中风 中风以后呢 就是 局部失明啊 然后严重的语言障碍啊 最后在论语中 度过了残生 那么你想 保罗盖地还是很不幸的 那么第三个儿子呢 是他家族中的呢 最兢兢业业的人啊 即便如此呢 也没躲过啊 盖地家族与丑闻的这种 就没躲过这个厄运 他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 盖地家族最值得尊敬的 一个慈善家啊 他在当地啊 在旧金山呢 这个 是个慈善家 但是他对歌剧啊 你看多雅呀 有钱呢 过去喜欢歌剧的人 都上了游社会啊 对酒呢 都情有独钟 那么在1999年呢 人们就发现呢 他在那个 他还有 外头还有一个密室 有个外室 秘密的外室啊 他与妻子呢 有四名子女啊 但是他跟那个女人呢 还有三个女儿啊 所以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 其实美国社会很严谨的 尤其在几十年前啊 我们现在全社会 不管是美国社会 还是中国社会 都对这些事比较宽容 但是在几十年前 没有现在这么宽容 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呢 就一落千丈 有钱人的教育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比这个没钱人的教育要难 所以呢 人性之恶啊 在金钱面前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所以金钱世界这个电影中呢 就有盖地的这样的名言啊 或者说是他一句台词 他说成为有钱人啊 是个容易的事啊 做个有钱人很难 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吧 你们再好好体会一下 所有有巨额财产的人 都一定有财产带来的烦恼啊 所以盖地呢 因为他有钱呢 他就更加喜欢东西 他说美的东西呢 是一种纯粹的东西啊 他表里如一 不会让人失望 他说人身上就没有 哎他这说的 我想想有道理啊 就是一件艺术品 他真的是表里如一 你外表上欣赏他这个美 他内在的美呢 是文化的一个积累 但人不是这样 人可能这个人看得很漂亮 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中 新闻媒体中 得到了大量的各类的信息啊 一个很漂亮的人 可能有一个很恶毒的心 所以盖地呢 在他一生中呢 就追求要盖一座盖地博物馆 盖地干博物馆呢 还真不是心血来潮 他读了很多有关艺术和 这个艺术史的书 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这个艺朗 他认为不够啊 他这些都做了以后 他认为都不够 所以他就专门向一些专家啊 这个去咨询 请教 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过啊 美国有很多大藏家 都有著名的经纪人 他每年给他发工资 给他相当一笔钱 然后在重大决策的时候 要请教他们 这点跟中国的收藏家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企业收藏家 往往都是刚愧自用 都认为自己有眼光啊 自己不就看吗 我看好看就行了 我觉得之前就行了 但是美国的所有成功的 企业收藏家啊 收藏的成果 都是有专业的人员的把关的 而我们往往都是企业家 自己就决定了这个事情 他也不愿意花钱 去专业人员为他服务 这是文化的不同 我们跟美国文化之间 有这样一个差异 就是我们对无形资产的重视 远远的低于对有形资产的重视 那么GED在这个 收藏艺术品的这个道路上呢 就是这个经过 反复的筛选 他只收五类艺术品 他比较纯粹 第一类就是 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理石 这个雕刻 雕塑啊 铜器啊 镶嵌品 壁画等等 都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 占有重要一席 第二呢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 这个不用问 我们都清楚 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啊 稍微有点名头的人 那都价格不菲 第三呢 他喜欢16世纪的波斯地毯 波斯地毯 织起来非常的复杂 比织我们的这种传统的地毯 要难很多 而且图案极为细腻 那么我们提一下他的著名的藏品吧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一说 莫奈 梵高 提香 伦伯朗 这些作品他都有 比如梵高的冤伟花呢 是他最著名的一幅藏品 什么时候买的呢 他都去世了 这事很新鲜 我们都认为 这么大一藏家 怎么去世还买东西 对 他留下了很多钱 给盖地博物馆 盖地博物馆呢 是有人替他 这个管理这部分财产 每年还在升职 还在他的遗嘱向下 可以拿出钱来去买艺术品 当然他有一套流程 得有专家允许 1987年 保罗盖地博物馆 以5390万美元的价格 打破了梵高画作 这个记录 成为当时世界 艺术品的最高世界记录 30多年前 5390万美金 比现在你花俩三亿美金 买张画要贵很多 那时候这5000多万美金 如何买中国艺术品 我觉得就用两个字 可以这个 可以解释叫席卷 那时候你要拿这个钱 买中国艺术品 可以把当年世界上 所有的中国艺术品 一股脑买光 87年的时候 中国艺术品 在国际市场价格非常便宜 那么他还有赛上的画 马奈的画 这个美国最好的 伦伯朗的画呢 都在盖地博物馆 他还有世界上 最好的摄影收藏 那么盖地博物馆 在1974年就开始有了 他活着的 他晚年就开始在 这个建设了 然后呢 到了82年呢 这座博物馆成为 世界上最有钱的博物馆 当时呢 有12亿美金 1982年 1982年 12亿美金 是什么概念 我告诉你 1982年 全中国外汇储备 也没有12亿美金 全中国 1997年呢 博物馆就搬在了 现在的这个地址 现在的地址 那么原来的那个地方呢 就改名叫盖地别墅 它现在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盖地别墅 一个是盖地博物馆 那么盖地博物馆呢 这个是97年 正式开放 我大概就是在 十几将近二十年前 那说起来就是 它开放的那会儿 我去了 它位于呢 圣文尼卡山脉上的 一个海拔不太高 881英尺的一个山崖上 它有个断崖啊 它把那个建筑物 建在山顶上 它山下呢 有个停车场 那停车场巨大 它觉得把停车场建山上呢 难看 所以它在山下 建了一个停车场 然后在山上和山下之间呢 修了一个铁轨 一个铁轨呢 有个小火车 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呢 都坐小火车呢 几分钟上去 这火车是对开的 有上去有下来 所以很方便 我当时知道盖地博物馆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 非常羡慕 就去看 第一天去看的时候呢 结果关门 我就特扫兴 我为什么后来做博物馆 全年开放 跟我第一次撞钉子有关 我觉得一个人啊 远隔着千山万水 跑到一个地方 去看一个博物馆 突然不开门 你心里就很沮丧 幸亏我的时间 是我自个儿安排 所以我就说 那我再逗留一天 第二天再去 所以呢 第一天没看成 就开到他停车场 当时我错以为 他那个停车场 就是盖地博物馆 那么第二天 我去的时候才发现 我以为的那个盖地博物馆 只不过是一个停车场 你把车停在那儿 然后你就坐他的那个 小火车上山 那么上山有多漂亮呢 我很难形容 大家有机会去洛杉矶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看 因为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 如果你心疼门票钱 我告诉你 它是免费的 上面建筑呢 很现代化 就是 当然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想 盖地这人有意思 我得看看他啥样 我想一定有他的资料 找了半天没找着 就问 一问 你说那不是在那儿呢 我一看 哦哦在那 我为什么没找着呢 是因为 按照我们过去的认知 这样一座博物馆的创建人 一定有一个比较大的雕像 或者搁在一个基座上 半身像 搁在大厅正中 或者做一个硕大的 这个全身像 站在这个庭院里 他都没有 他就做了一个标准的 据说跟他身高一边大的 一个铜像 站在地上 底下写着 包罗盖地 哪年生 哪年死 很简单 什么介绍文字都没有 当时我站在他跟前 跟他是平式的 我看着他 我心里有一番 非常强烈的感受 我说这样一个富翁 做这样一个博物馆 把一生的主要的财富 都扔在这个博物馆上 他是基于 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他并不想炫耀 他这种思想 很像我们过去 古人的思想 我们古人过去都是这样 你越有财富 越不应该炫耀 不是说你不希望 别人知道你有钱 而是不应该拿钱 这个事 作为自己身上的 一个筹码 该地呢 就站在一个静静地 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他不显眼 不代表你不对他充满敬意 如果他高高在上 在一个大基座上 你抬头看一想 你是仰视看他的时候 你可能对这个人呢 没有更深刻的认知 但是他站在地上 跟你平视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们之间 是有某一种情感 是可以沟通的 所以该地博物馆 那静馆里头 没有任何中国文物 乃至没有东方文物 我依然在里逗留了很久 上面还能吃饭 餐厅非常好 在上面俯瞰整个洛杉矶 是一个难得的人文景观 我离去盖地博物馆 也有小二十年了 我都想什么时候 我再去洛杉矶的时候 一定要再去光临那家博物馆 向盖地致敬 那么盖地啊 盖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呢 他的第三个儿子葛登呢 是他唯一的一个受托人 就是说遗产由他来处理嘛 但是你知道啊 这个富二代啊 有很多时候呢 对自己祖辈所创下的 这个产业没兴趣 首先他对石油事业就没兴趣 你说弄这一桶一桶的石油 有啥意思啊 我碰到很多国内的富二代 都对他父辈的 这个产业没有兴趣 我们别说他什么产业 我也说什么产业 你就知道我在说谁 他觉得他说 我爹弄这事什么弄 这没意思啊 他因为生活状态好 用他爹的钱读了大学 出国旅游 开放了眼界 觉得兢兢业业 做这样一个基础的事业呢 没意思 不如搞一些什么 搞一些文学啊 搞一些电影啊 搞一些艺术啊 我又有钱 我又不在乎啊 所以很喜欢 干一些 很虚的事业 就比如投资电影啊 做金融投资啊 喜欢做这种事 所以对自己家族的传统产业 没有兴趣 那么 这个保罗盖蒂的 这个儿子 葛登盖蒂呢 就是这样 他也是热衷于文学和电影 说白了 他也是一个有钱的文青 他就是一个文青 他爹去世以后啊 他变着法的 把该地石油公司呢 以一百多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另外一家石油公司 他这个动作啊 饱受争议 人都说这就是败家子啊 那么 由于家族大啊 你说家族产业你被卖了 那你肯定就引起各种官司啊 所以活得一点都不愉快 那么葛登呢 就是卖完了这个石油公司啊 惹了官司以后呢 还不算 然后到了1985年时候呢 他把他的家族信托啊 给解锁了 撬开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信托呀 是理财的一种方式啊 当你不能有办法 自我控制这份财产的时候 你就给一个信托公司 当时呢 这个保罗盖蒂呢 他有40亿美金啊 想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 40亿美金 非常多呢 就是 让这儿子管 这儿子呢 就使用了各种法律手段 第一个法律手段呢 就要损失10亿美金 他在所不惜啊 这钱不是他的 是他爹创下的财富 所以把这个10亿美元先交了税 然后这钱就可以分了嘛 所以他就跟他 他自己和他的哥哥 这个还有乔治的女儿等等 就家族一大堆人 那乔治有仨女儿呢 一共就 三方就分了这个钱了 每个人分了大概有7亿5美金 但其中啊 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呢 这个是跟他们家族比较远的人呢 每年才分3000美金 没啥钱 所以分的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啊 他家族当时有人测算 有24个家族成员 大概有50亿美金 就这么完全给拆分了 你想想 这话就应了中国老化了 叫富不过三代 钱是白来的 只要能分到我兜里有钱 能够花我不管未来 从某种角度上讲啊 这个保罗盖地的这个设计是错误的 如果当年他把这副文钱 全都买了艺术品 那今天我认为去盖地中心 就是盖地博物馆 去的这个参观者和游客 会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站在世俗的角度去看 保罗盖地这样一个人呢 他是很传奇 很吝啬 这个你想想这么大的富翁 你到他们家打电话都要投币 都要自个儿花钱 你想他有多么吝啬 但是他在艺术品的这个收藏上啊 一帜千金 丝毫不利的色 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啊 看保罗盖地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对艺术极度大方的人 他对艺术 怀着一种挚爱 一个没有挚爱的人 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博物馆 也不可能投入如此之大的资金 今天啊 有机会 去美国洛杉矶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抽出半天时间去保罗盖地的这个艺术中心 卡内基的著名名言呢 就是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个耻辱 我非常欣赏他这句话 还有就是石油大王哈木 铁路大王呢 斯坦福 今天的经济大多都是一个虚拟经济 对吧 我们实业经济中呢 很难产生巨富 那么我们的巨富大部分都是虚拟经济中产生的巨富 那么他的财富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如果他想把他的财富变成真正的钱 就是我们所说的变现 那么他的财富我想缩水90%是很正常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各种首富们 一旦从股市上想变现的时候 他要找一些借口 比如说我要改善我的生活 我要改善我的家庭 所以要卖一点点股票 这时候也很难保证他的股票不跌值